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心能回到球场 去年因为伤病也是没有打 第一年打喝 这一年应该算是两年 夏季联赛对于国家队 对于中国球员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平台 能接触到这些欧美的队伍 包括他们的防守 他们的强度 他们的转换收入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练兵 他一长时间没有跟队训练 所以他说更多东西你去看一下 然后包括一上场适应比赛的节奏 什么都得需要慢慢去调整 看一看是哪的问题 表情很痛苦 我们看刚才 刚才这一点点 刚才这一下 是滑了一下吧 是 滑了一下这个腿磕地板上了 当时是因为底脚都是水 然后我投完完以后落地 要往回跑的时候 我就登到一滩水了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对对没有什么 膝盖没有什么 可能是因为后面也是出现一些伤病 没有就是调换的人比较多一些 对我觉得这一次夏季联赛 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 离岛一直都是比较随和吧 他更多的是一些人性化的管理 包括会为球员去考虑很多东西 我们也是希望他能够 因为他之前一直练不了 不能跟队训练 我们也不希望他在这一直这么拖下去 因为考虑到他的这个 这个未来的这个职业生涯 包括肯定治病要紧 我们现在给他时间 让他去联系 这个康复的时候去沟通 那么一直在自己的沟通 我俩沟通的意志都特别多 就包括去年在美国的时候 他也是专门来看我 包括看周琪 他对球员就是 一方面是教练 这一方面就是一个好大哥吧 这一方面就是一个好大哥吧 大银坐鱼 银鸭了 鱼的 还行吗 还行 能不太行 看规矩了 他们更多的是祝福吧 因为一年没有看我打比赛了 包括朋友 包括我的父母 也是说就是祝福我能 就是这么 这么健康的回到球场 对对对 然后看了以后 也比较感慨 包括我自己也是 因为毕竟现在伤病 还没有完全好 可能还 也就恢复了个百分之六七十 所以还有更多的时间 就更多的路得走吧 因为回来以后 包括还有一个多月 就马上开始世界杯了 所以时间紧任务中 还是希望自己能够一个 好的身体 好的状态 去迎接后边的比赛 打拉斯的生活比较安逸吧 因为那边都是三点一线 可能训练 吃饭 康复 那来到这边 更多的是一些比赛 包括是跟国家队来这边 我觉得两个城市文化不同 对 我希望就是国家队 每年都会来这 体验一些高水平的比赛吧 因为每次打完这种比赛 都会 就每个球员 都会有一些感触 和这些感受吧 对 对于一个球员的成长来说 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个 这是一段特别好的经历吧 对 肯定是会想 要论我自己最大的收获 应该就是能回到球场 我特别高兴 包括我自己 也是特别期待的这一天 因为自己就在于这个伤病 做的一点对抗 做斗争 然后能上场打球 我觉得已经很开心了 我现在正在大洋彼岸 努力积极康复 争取早日回到球场 美国出战 是我一直的梦想 很遗憾 不能在家门口 代表国家队参加比赛 在这里想对我的 对我们说 我的心与你们同在 希望你们加油努力 我会一直支持你们 希望 请不吝点赞 计划 感谢观看